中国勇士方便 多次击倒外国高手 现场的中国观众和主持人都激动不已 为什么他们那么激动呢 只因这位外国高手来头不小 他就是加拿大拳王西蒙马库斯 职业战绩39胜一平 曾获得多个赛事的踢拳和泰拳世界冠军 实力强劲 因此马库斯来到中国打比赛 完全不把中国选手放在眼里 曾与中国三大队长江春鹏 在赛前发布会上大打出手 马库斯还曾嚣张一条二 战胜过清格勒与李帅两位中国选手 更以车轮战连续配偶了泰国神鹰阿厅 韩胜娜和中国选手王安盈 在四年的时间 西蒙马库斯在华巴战全胜 获得了地狱魔王的恐怖称号 面对如此强悍的对手 死神方便挺身而出 强势迎战马库斯 方便作为首位进入世界排名前10的 中国国际运动员 这场比赛 他势必要让实力强劲的马库斯知道 中国大有人在 比赛开始后 两位强者都没有贸然出击 只是简单试探了一下对手 主场作战的中国勇士方便 经过简短试探后 率先重拳出击 马库斯也不是吃醋的 马上连续重拳回击方便 马库斯打上头了 还违规袭击方便 被裁判警告提示 刚才双方在对拼中呢 在方便在落倒地的同时 这个马库斯追领戏 这个在我们的内排上 是不非允许的 双方都是不败的 其实双方的心理压力 应该都非常的难 在这场 刚才上连续很紧 我觉得对马库斯而言 在中国也很难 这场比赛 对他来说也异常关键 是必战之战 必须要让他 到这个层面上 已经躲不开对方了 没错 已经都是不败 那么一定要 最后一个真正的勇者 狭路相逢勇者胜 方便深知这个道理 因此面对实力强劲的马库斯 方便这次没有跑 而是选择跟马库斯正面硬刚 虽然马库斯力量比方便大 但是方便丝毫不畏惧 方便跟马库斯拼起拳法 散打出身的方便 拳法那是稳 准 狠 打的马库斯的小脾气都上来了 绝对力量上应该方便 不占有事 对一动 方便身上要水 好 方便有一个动机 双方两个人都很有动机 我觉得方便这场比赛是拼了 为了自己的荣誉 其实看得出来方便也非常的轻松 方便自己倒了马库斯 独秒了 这一刻全场观众纷纷拍手叫好 独秒结束后 刚好第一回合时间到了 第二回合一上来 马库斯就步步紧逼方便 方便毫不退缩 并刚马库斯 变成了一个电光火石的这种 近距离交火 方便在第一回合 击倒了一次马库斯 哇 这个比赛的这个走向 已经完全超乎人的意料 随时一秒钟 第二次击倒马库斯 我觉得方便可以回赛给马库斯机会了 方便一脸沉着冷静 面对马库斯的疯狂反扑 方便直接一拳打猛马库斯 紧接着打出连续组合重拳 再次将马库斯干倒在地 比赛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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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在打 还有在最后一次的KO机会 德克方便犹如死神附体 疯狂暴击马库斯 死神方便手起刀落 直接收割了马库斯 中国勇士方便 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对手后 现场的气氛都沸腾了 中国观众和主持人都激动不已 此刻方便可以尽情庆祝了 横在中国搏击面前的一座大山 就这样被方便给征服了 这场比赛 中国勇士方便 面对强大的对手 毫不畏惧 没有选择游击战术 而是非常英勇的硬钢外国高手 不仅多次击倒不可一世的外国高手 赢得了这场不被人们看好的比赛 更是狠狠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 为我英勇无畏的中国勇士鼓掌